川习会前中南海岸流涌动,周永康儿媳突发生翻案,周永康儿媳在敏感时刻突然打破沉默,跟当年周岸的官派律师校正,视频截图网络图片,中美贸易战令中共陷入执政危机,并由此引发中共内部激烈斗争川习会前夕敏感时刻。 已倒台的中共前江派常委,周永康的家族成员,在沉默五年后突然公开发声,变相喊冤并影射北京当局,或显示中共政局不稳,案流涌动。 北京时间上周六十一月二十四日,新京报刊出对周永康案官方指派律师郝春丽的访谈。 郝春丽表示自己办理大多数是高级官员的案子,都得到了当事人家属的委托。 她特别提到,为周永康案辩护,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且周永康认罪态度很好。 不过周永康的长期,周斌之妻黄婉,随后在微信转发该文章,并质问好春丽什么时候接触过周永康家属是哪位家属委托她,以及她为周恩辩护,取得了什么样的好效果。 黄婉在微信中公开指责好春丽,利用周永康案自我宣传,并称当年自己全家都遭控制根本无权委托律师。 据自由亚州电台,26日报道周斌的辩护律师陈以轩,向该电台记者证实,微信血系黄婉本人所发,但他没有透露黄婉的联系方式。 报道趁这是2013年周永康被实际控制后其家族成员首次发声周斌至今,还在监狱内黄婉本人也曾一度被关押报道,还引述多个观察人士评论称,周永康倒台是因为权斗被抓后,没有人权好春丽是北京的工具运营。 海外时政评论员唐靖远,认为黄婉公开指责律师嫌外之音,就是周家都被控制,律师也好法官也好都是官方指定因此周永康的审判不公平,周入狱有冤。 质疑官派律师其实就是质疑当初审判的合法性这背后的确有微妙的意味,而指责官派律师利用周案自我宣传,也有韩沙摄影之显示实上,周永康及其同党薄熙来倒台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江派掌握的一众海外中文媒体也曾不断炒作称薄,周被抓是因为政治迫害,一直遭受不公正对待等。 以此掩盖两人,企图推翻北京当局的阴谋,以及主导活摘器官等惊天罪恶,并试图为两人翻案。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周永康家族成员从未公开发生近期随着中美贸易战,引发中共危局,周家人开始逐渐走向台前9月底,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兼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被抓时,被指为周永康女党。 当时曾有周永康家属通过曾庆红旗下,香港南华早报为此辟谣。 黄婉,这次出来指控官派律师,是周永康家族首次亲自发声周家人这次露面的时机,也很敏感一周之后。 中美首脑将在阿甘廷会晤商讨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贸易战。 据编辑部,设在北京的外宣媒体消息,有关此次川习会的中方立场,北京内部经过激烈的争论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共体制内对北京县当局内外政策的批评显示出内部反对势力已经叙事呆发。 在今年北戴河会议前夕曾传出一波北京政变,刘延虽然该刘延被指可信度不高,但也足以证明中南海内部已暗流涌动。 北京当局不顾国际影响,突然拿下在任的国际刑警主席的孟宏伟外界,普遍猜测北京或有紧急事件发生,很可能关系到中南海高层的权力斗争。 而孟宏伟暗先出周永康家属罕见出面撇清关系,观察人士认为不乏此地无垠,之前这可能显示孟宏伟落马于周氏家族,甚至背后的江派势力有者不断的联系。